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异拳特殊的抗击打训练 以及几种手法、身法、布法、防守法的教学 武术的直接目的就是抗敌欲辱 也就是说由对手来侵犯你 你要有能力来保护自己 这是武术的第一目的 养生这些应该是武术附带的作用 如果说武术不能够防身不能够自卫 那就说明这个武术就失去了武术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来讲我们练习武术一定要是练习实战 练习实战就必须是双人的对抗训练 应该是不加任何条件的实战训练 也就是没有规则 只要进行实战训练 就不可能是光我打别人 别人不打我 这是不可能的